如果是等於的話怎麼辦 所以我就把它放在那個end這個邏輯 大於等於 負販入 然後呢 而且要小於等於 百分之五 這個等於你要記得 只能放後面 你不能放前面 等於 就是這個位置一定是在放在後面的 大於等於等號一定是放後面 你不能說把等號放前面 他就會跟你講說不行 這是一個規則 那這兩個都可以做出我們要的 再來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希望 可以做出一樣 反正就是做按鈕 不外乎就是這個 也是一樣VBA 做法其實前面都雷同 只是差別就是說 裡面有偶爾或end 那怎麼樣放在那個if邏輯裡面 因為if本來我們是放一個邏輯 可是如果你有end或偶爾 那該怎麼做 基本上我先demo一下 大概就是說按下它 一樣可以做出來 一個清楚 這個清楚我想前面做過 那另外還有一個是 也是一樣增減體重百分 不過是函數 函數跟這個差別是 這個是丟一個公式過來 這個是丟一個結果 直接丟到儲存格裡面 OK 這個好像前面也有講過 有沒有印象 前面的影片都還在 所以如果有忘記的同學 回去請回頭再看一下 應該好像第二次上課就有講到 OK 現在有嗎 不管 有沒有 等一下我也講 OK 因為有時候上太多 太多班 有時候到底有沒有講過 我自己也 因為我都一直以為你們都已經有學 其實有些可能 是不是你們還沒有學 不過沒關係 我們可以來講一下 這大概會有兩種 一個是直接輸出結果 一個是怎麼樣 輸出的是一個公式 那這個輸出一個公式 用途就還蠻廣泛的 可以用在什麼地方呢 就是本來你已經有一個公式 但是你希望大量的幫你整個全部一個按鈕按下去 全部都幫你完成了 一鍵就完成所有的事情的話 其實你可以把這個學會 它輸出就是輸出你原來輸入的公式就可以 所以你只要把那個公式放在VBA裡面 就可以幫你把結果給產生 那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第一個 清除應該比較簡單 清除應該前面寫過了 所以我們直接來看一下 直接就是在這邊的話 我插入一個什麼 插入一個程序 名稱一定是ASAB 方權是制定函數 這兩個不要搞混就好了 然後增添體重百分之 後面加一個清除好了 那清除的話 是從4i等於第四列到第十三列 OK 然後呢 它是在L欄 所以L欄裡面給它空的 這應該沒問題 這應該比較簡單 L欄這邊把它清掉 那再來就是說呢 增添體重百分比這個按鈕 那差別是在哪裡呢 這個這個地方 特別注意喔 就是說呢 它跟剛剛的部分其實還蠻像的 差別 特別注意喔 在這裡 有沒有發現 偶爾有沒有 一個邏輯 偶爾 記得前後一定要空白 第二個邏輯 那你想說第三個 沒關係 空一格再偶 第四個再偶 反正一直串下去就對了 OK 就是類似這樣 放個位置 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未來 你在VBA裡面 反正邏輯放這裡 第一個 第二個呢 請注意一下喔 剛剛在Excel裡面 有百分之五的敘述 有沒有 一個Percent OK 特別注意 在VBA裡面 它不接受這個Percent 因為Percent這個符號有別的用途 有別的 所以你不能用這個符號喔 所以它這個Percent喔 這個是保留字 不能用 OK 只能用在函數裡面 所以怎麼辦呢 你就把它改成0.05就好了嘛 OK 也是 也是百分之五啦 OK 那所以基本上 大概就是熟悉啦 熟悉這裡面的相關規則 如何把那個 一次號函數裡面的用法 假如說你將來要把它改成VBA的話 其實就是改一下啦 主要我主要是 希望你們可以 反正你一下函數做得出來 你VBA就做得出來 因為只是一個轉換的過程而已 那我只是教各位怎麼樣 把這個一些轉換的細節了解 OK 然後呢 輸出標不標準 對 然後反正就是標準 所以輸出的話呢 結果應該就沒問題 這第一個 那你想說 那老師我可不可以改成end 那一樣 其實喔 邏輯如果你通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改一下 假設你先把它貼上 後面再改成end 可不可以 其實也可以啦 這個之前是沒改過 不過換一下 假設這邊是改成end 上面是oh對不對 如果這邊改end的話很簡單嘛 這邊改end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因為我們剛剛是 這個應該是 這個應該是小於 等於 應該是 應該是 應該是先大於 先大於 等於 負的0.05 對 and 這個應該是 這個應該是 對 小於 用 那 我們